我的短租房现在到了淡季 去玩的人少了 收入也少很多 但是房子每个月还是有暗街 水电煤 除雪 除草 钱都少不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北大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我是Jason 今天来分享三个很简单的办法 我们一起顺利度过淡季 享受美好假期 12月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月 在这里也祝你节日快乐 就算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做短租房 也鼓励你点赞收藏起来 以后留着慢慢看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干货 第一个办法就是降价 有人说了 这不废话吗 谁都知道降价可以吸引人来住 你别说 降价讲究一个方法 乱降价会损失好多钱 如果看过我之前 那个讲定价的视频的朋友 可能记得 我说旺季的时候 房子别急着降价 让你的竞争对手先降价 你最后讲 道理是这样的 旺季的时候 比如说十个人在找房子 但是市面上只有三个房子 供不应求 那你别急着降价 故意把价格弄高点 当其他两个房子都被定掉的时候 剩下来就变成八个人抢你一个房子 那价格就是你说了算了 对吧 所以旺季的时候别急着降价 那到了淡季 逻辑就反过来了 市面上就一个人在找房子 市面上还是这三个房子 那如果你还是把价格搞得很高 那一个人就去订其他人的房子了 市面上就没人了 到那个时候你再降价也没用了 没人了 当然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淡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应该提早降价 就是去找那一个在找房子的人 把它吸引过来 所以淡季降价的关键点在于时间点 至于要多早降价 这就要看你针对的客户了 他们通常是提前多久做这个决定的 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问题了 咱们以后可以接着聊 私底下也可以聊评论区 也可以聊微信交流群里面也可以聊 反正关注贝塔投资就对了 第二个办法就是做中长期的出租 中长期是什么意思 就差不多从一个月到六个月的租约 那谁会想租这样的租约呢 很多的护士 他们是全国各地到处上班的 这个地方工作几个月 然后合同到期了之后 再飞去另外一个地方待几个月 那这样普通的长租房 一年起的租月对他们来说太长了 而且普通的长租房对他们来说 又不带家具的很不方便 所以要是有一个地方自带家具 并且可以租几个月 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 那我们的短租房本来就是自带家具的 不仅自带家具 还有一些消耗品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那所以正好可以这么按月出租 而且有些地方淡季的时候 收入本来就不高 最淡的几个月可能整个月出租的租金 能赚的钱反而比你正常做短租还要多 而且还比你正常做短租要省事 毕竟你要应对的只有一个租客 短租你如果正常做短租 有的时候一个月要应对十几个租客 那问题就来了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做中长期的租月的租客呢 我了解了一下 有一个网站叫做Furnished Finder 这个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出差户式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其他外地工作一段时间的人 我这里没有收广告费 我自己也没有用过这个网站 但是我的确网上搜了很多人的评论 有很多很好的评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个赞关注平台投资 我们接下去聊第三个办法 第三个淡季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装修和整理 旺季的时候基本没有空的时候 而且空一天 你如果要占用那一天 那个成本是巨高的 我最贵的一天 收400多美金一个晚上 这对于一个20万美金不到的旧房子来说 400块钱一个晚上非常的夸张 如果要占用一天的时间 要做维修做装修 很心疼的 但是淡季空一天 这个损失就小非常多 我最便宜的时候有过40美金一晚上 你看看这差距 400块钱和40块钱 提会一下 所以淡季的时候就很适合做一些 比如说深度清洁 找人去修修补补 或者是做一些大的装修 占几天 没事的 周中挑几天 不太有人会住的 不心疼 同时淡季也适合做一些新的尝试 这个犯错的成本会比旺季的时候要低很多 比如说我最近就在尝试用一些定价的工具 比如说Price Lab 尝试一下Airbnb之外的一些预定平台 如果你想看我对这些尝试的一些感想 还有一些结果 记得关注订阅Beta投资 好了 今天就是要分享的这三个简单的办法 降价 或者说做长一点的出租 或者说做一些装修和整理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还有就是有一个播放列表 里面都是关于短租房 民宿投资的视频 我会持续不断的更新 Beta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我是Jason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